網站裡面已經放了blocking好的 那你這邊就看一下有一個csguide 就是character set 打開來以後你會發現這邊就是只有這些keyframe 那這些keyframe呢 本來我再重新new一次好了 因為它不用new 我直接就是在graphedit裡面可以切換 animationedit裡面的graphedit 然後選到我們的csguide 它目前就是這種就是沒有漸變階梯狀的 所以呢我現在可以把整個curve整個這樣選起來 然後去找plato tangent 所以plato tangent是哪一個 這是auto tangent,spline tangent,clamp tangent plato應該是這個 所以plato就變成這樣子 曲線狀 所以這個時候呢它就變得有漸變 所以漸變你就會發現問題有沒有看到 這個再說 因為其實你今天應該其實光能夠blocking完就是省機 懂我意思嗎 那那個你隨時都可以再切換回去 像graphedit再打開來再把所有的curve選起來 這邊可以切回stack 有沒有看到階梯狀 切回階梯狀以後呢你再去看 有沒有 你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你們其實花很多時間可能搞rigging 搞modeling搞texturing搞lighting 其實最後那個動畫 其實大家最在乎的東西可能到最後還會是那個劇情跟那個動畫的流暢性 還有攝影機的架設 所以其實你說是不是一定要做很厲害的那個lighting shading 或者什麼rigging 其實那個你知道嗎 太嚇人是看不出來的 你要做的是盡量讓那個動畫流暢 有沒有問題沒有的話就趕快做blocking 方便還給你了 好 祝你今天key的愉快 這個保證今天下課之前絕對key不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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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